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好 又回到午夜广场的历史是这样 今晚我们的题目就是 《归角之难作图理》 听到这个远转游场的一句句子 的确今天讲的题目和平时有点特别 这个题目就是我可以上网常常都想讲 但必须要请嘉宾来才讲得到 就是一些和女性有关的 财女有关的话题 我们讲的除了我最了解女性和财女的诺言 本身是财女的远行之外 我们也请了嘉宾 专在方面尤其是名称的一些财女研究的学者 何韵詩 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 跟大家一起分享 作为今天嘉宾的好朋友 诺言不如先介绍嘉宾吧 适点解题好吗 何韵詩博士现在是HKUSpace的讲师 其实他在中文系 香港大学中文系的三个学位都在那里取得 所以是一个名满正派的女财女 所以他当时的碩士论文就写了 杨贵妃在明代的形象 去到他的博士论文就转移去研究 清代一些财女的故事 今集的题目我们看到 我们想讲规格 规格就是女性自己的一个房室 但是我们讲的知难 知难其实是讲的君子 以君子之知难作门墙之徒理 徒理代表什么呢 徒理代表他读书 其实是讲的 这个是由陈文帅去写的 陈文帅清代中后期和元梅一样 都会收很多女性学生 这个也是我和卓盈 可能一直梦寐以求的目标 我代表我自己 但是当时陈文帅也好 或者元梅也好 她收大量的女弟子 开始就去传播一些文化的知识 我们讲很多时候认为 女性应该在家里面 应该不做任何东西 不应该读书 但我们看到清代的社会现象里面 我们发现 似乎很多的才女 都会有机会去参与一些 学术的工作 读书 创作自己的诗集 甚至乎这些诗集也有机会去出版 所以这个也可能引起了 Jessica对于 才女在清代的一些活动的兴趣 或者稍后她也可以讲一下 为什么她会专门去针对 明清时代的才女 因为毕竟我们知道 才女不是明清才有的 我们知道可能有最出名的才女之类 就是李清照 也都再早期一些 可能财文基、班超等等 都是我们被视为财女的身份 但是为什么我们特别要去讲清代呢 这个也是我想 和一个女性在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形象 和地位的转变有一个密切的关系 我们有几件事可以和观众谈谈谈 先讲 首先就是去今集之后 我们下星期的集数 都会和一些 讲一条女性有关的话题 我们不敢讲这个是女性系列 因为女性不应该是一个系列 女性应该是每一集 每一次都会讲到的 我常常都在认识 但是我们都会关注某些 在特定时空里面的女性的话题 其中一个可能女性 我相信是念词在词的一个想法 一个观念 就是可能老上的罗拉出走 就是说究竟 那个女性的独立的争取 除了思想上的独立之外 其实背后有没有什么可以 令到她们真正可以独立 她出载了之后 其实社会的结构里面 脈絡里面有没有什么可以 支撑和安排 所以其实今星期和下星期 我们多少都触及这些问题 就是女性 我认为女性的天才 可能和男性的天才 应该一样那么多 因为都是人类 但是明显在漫长的历史里面 有某些原因 女性的很多光望 是被遮阔 或者无法发挥 那一定有些原因 令到她变成这样的情况 那怎样是发生这件事呢 所以虽然韩斯是 做了一个文学的问题 但是你转了进去的时候 其实她也是一个历史的问题 我一直觉得文学里面 比如背后有三个问题 文学是人学 文学是史学 文学是美学 三样的方向 其实只涉着三个很大的 人类关心的一些的话题 所以当我们了解 当可能过一群的群体是什么的时候 其实都反射着 可能当时某一批最有能力的 最有机会 你才会突破 我觉得今天应该是很有话 很值得听的一次的题目 而且据我所知 Jessica的研究上 也很有突破性 因为我们一直以来 说女才女 特别是古代 我们多数都是用一个 独立个体去研究 但据我所知 你的博士律文里面 提及到一个网络性的研究 比如我们所说 一群闺密 他们如何组成在一起 其实我想知道 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背景 其实是这样 在早期的一些 关于女性的记载 都是比较单支的 例如李清照 或者蔡文基 或者班超 他不是一个家族 或者你不会知道 很多他的朋友的东西 你知道他这个人是怎样 好像一粒一粒星 但去到清代名清 首先社会风气有转变 而且也是现在的研究 有些不同的发现 因为中国的女性妇女文学的研究 其实在最早期 应该是1916年 郑无量就开始了一本书 叫做《中国妇女文学史》 这本书就是去到 讲一些才女 讲到她明代 后来梁月珍再写了一本 叫《清代妇女文学史》 然后将整个清代 整个历史蜜落的女性文学史 就疏离了出来 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 出了这两本书之后 就开始静默了一段时间 但去到何时呢 《妇女文学》 再很多人开始研究 就是1985至1986年 沪文铐出了一本书 是经典来的 其实所有妇女研究的 都会做这本书 就是《历代妇女著作考》 这本书就疏离了 由很早期看 就是以前那些去到清代的妇女文学 同期就是在 都是五六十年代 哈佛厌经图书馆 收到一个教授的一套 Robert的一套很重要的一套著作 他就给了三百种珍藏的版本 给哈佛厌经图书馆 哈佛厌经图书馆 将这些书就珍藏了 里面有五十六种是 女性文学的东西 因为这一本 胡文铐的书 加上哈佛的真本 就开始西方汉学开始留意到 这个特别名称 为什么有这么多 这些女性的东西留下呢 所以就开始了 然后开始很多汉学家 或者日本的学者 开始研究这件事 然后就回到中国这边 因为留下太多这些材料 开始有很多西方的学者 开始研究 然后就回到03年 就加拿大的一家 和哈佛厌经图书馆合作 然后就出了一个数据库 就叫做名称妇女著作考 就是一个数字 Database 他将所有现经大学 即哈佛现经里面的书 就把它Digitalize 了 放上网 就开始引起很多学者的注意 这个Digitalize的工作 越做越大 到03年一开始在哈佛 后来北京大学图书馆有加入 然后北京的国家图书馆有加入 然后回到中山大学 又回到香港 中大和浸大 他们都开始搜集这些东西 然后将这些妇女文学 将它全部数据化了 放上网 所以很多新的学者 在历史研究方面 有很多材料 可以看到这些很多的诗集 就可以勾勒当时一些社会的脈絡 特别是女性的那个社作的脈絡 但是因为去到你刚才说的 比如宋代那些 其实它的文本没有那么完整 也没有那么多的材料去支持自己的研究 所以名称开始就越来越多人做研究了 所以其实Jessica刚才说的就是一个 我们如何当代社会的气氛 如何促使我们开始去追求 其实刚刚开始提五四运动 因为前后 当时她又不是跟五四有直接的对话 开始提这个妇女文学 但我们知道五四运动有一个期盼 就是希望我们在讲现代化社会 中的男女平等 所以就出现了当时的一些讨论 就是我们的女性在历史地位 是否被封建 被魔术 其实这些的妇女文学 或者妇女研究 其实正正就是一个这样的回向 不过我们也要回到整个历史的脈絡去看 就是为什么宋代 举个例子刚才看到李清照 Ron Egan教授 就是Stanford教授 他曾经说的一个很重要的分析 就是一个财女之旅 他为什么觉得李清照是女呢 为什么说妇女呢 为什么是负女呢 因为这个负女是来自于他的财气 但是当时的社会风气不接纳 而这个社会风气不接纳 令到后来的学者 特别是明清时期 早期的一些男性 一些道学先生 将李清照更加去塑造成一个很负面的人物 为什么 因为他另一个是他的身份 他是一个再婚的女士 所以令到李清照在宋朝 或者去到中后期 其实不是一个被很讨好的人物 但是整件事 我们去到清代 或者去到晚明开始 我们看到这个李清照的形象 是会有人讨论的 财女是值得追随的 就是我们要学的 这个形象的转变 由哪一刻开始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关键的变化呢 我们回答问题 比如我们想 有几个人可以 听完你这么说 之后 有些感受可以说出来 比如我自己 不是做诗词研究的 但是以我所理解 比如我们一般 在大学的诗词的教育 或者普通一般的读者 或者大中小学的教育里面 其实基本上 我们集中的诗词 是很片面地在唐宋 就是我们基本上 在唐宋 理解就是唐宋诗词的东西 为所有 我们会觉得 唐诗诵词就是everything 就算去到大学里面 教诗诗的部分 很多时候都集中在这些部分 就是要我身身经历和理解 但是其实呢 教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是讲唐宋 但是其实那班研究者 在千禧年代之后呢 基本上大家都是做明清的诗词的 如果很简单 就是唐宋没得做 很难 你要去做兔虎礼拜 很艰难 你怎样再转进去 又能写到些什么 所以很多人 就会去到明清的一些诗词 所以其实 你会见到就是 那个明清的诗词的研究 又是慢慢开展得 越来越顺畅 所以你刚才说的 女性文学的资料库里面 很多的资料 就是在一个大的 一个整体的研究 转向 或者方向发展里面 会是见得到的 另外要讲就是 刚才来言 你讲到那个 才女之旅 或者女性的天才 是一个 不是属于她的 可以很发挥的时代 可能是她的妇女 其实我们说 在文学的领域里面 真的很多这些天才 譬如我们讲到 英美文学 有Emily Dickinson 很多维多利的时期 或者当时的 女性的作家 譬如珍路斯丁 大家都觉得 她是天才不得了 顶级的小说的作者 所以我们经常会 说 其实有这些人 在世界上 是见得到的 但是你说 问回中国的世界 是不是真的 那么多呢 其实一直都不是很 受到关注 受到去理解 但是刚刚听到 你们说少少 有些名字 有些资料 在那里出来 你就会见到 其实那个研究方 大家尝试回 追回 咦 原来 中国也有这些东西 原来其实中国也有 很多的采量 但是我们的文学师的框架 我们的理解的框架 一直都没有 真的去处理过这个问题 那么其实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下一节 去继续大家讲 各位观众好 回到第二节的 历史是这样的 上一节我们讲了 财女 在中国的名称时代 可能都是一个 越来越被发现 或越来越被重视的 一个话题 那么 其实 你问我的话 的确是很值得关心的 是吧 财女也是很吸引的 是啊 特别就是 刚才Jessica也有提到 因为有很多的 作品都可以数据化了 其实就更加可以 形成了一个 新的研究方向 当中 包括她的研究 就会发现了 其实 在明清时期 很多的财女 都集中在江南地区 而且 她们也有一个背景 就是有一种 家族的维系 而且 也形成了一种 新的社交网络 就很打破了 我们以前一直都觉得 女性 就只是在自己的闺房里面 就算她有多叻 她写得 即是写诗写得多叻 多有才气 其实她的感觉上 她的活动范围 都好像离不开她的家 但是 现在我们会看到 有很多已经是 原来她不是这样 已经跳出了家 甚至是有她们自己的社交环境 其实我觉得这个 也很特别 其实Jessie 可不可以多说 刚才 诺言说过 才女之旅 松代 其实去到晚明 整个风潮是不同了 整个世界的想法 也不同了 譬如去到晚明开始 不说叶氏家族 是很出名的 叶少元和她一家 都是才女 她太太叫沈怡修 她有三个女 三个女 都是才女的姓叶 叶圆圆 叶小元 叶小乱 三个 当时她爸爸 帮她们出了一本书集 叫做《五梦堂集》 把这些女性的诗词 摆上去 她家里的女性诗词 摆上去 而这三个女 都才女 才女 才女的特色 是早死的 所以当时的晚明 很多文人 偶像化了这些 很年轻组织的才女 当她们是神仙 因为她们有一种 很幽怨的 仙气 有仙气 所以当时整个世界 对她们的 很多幻想 正常的幻想 觉得她们很有才气 前世就是才子 或者仙女 下凡 所以在家族 越来越多 家族出书 就是关于 才女的文化 其实在晚明 所以就开始要有才 要有才 要有德 也要懂 才德 又要漂亮 又要叻 又要有苦德 道德水平 当然很重要 性别 但是样子 都要排在那里 是 说到一个人 很现代社会去想 其实其中一件事 刚刚Jessica提到 但你未提到那件事 但那件事最重要 赞助人 谁是你的文学赞助人 即是在反应研究 或在文学研究 我们经常说赞助人 究竟她背后 文学的出版 她背后有谁 支撑着这件事 是不是有个经理人 真是说 姐姐妹妹有没有兴趣 出道 不是那种 而是 当时是家人里面的身份 有人会觉得 我的女儿 或者我家里的女性成员 是可以作为一个文学的文坛上 某一个的代表 所以我们看到去到清代 开始有这些家族式的出版 就随处可见 除了赞助人的身份之外 究竟当时清中业 或者清代的时候 那些女性是如何 开始有这么多 这些亚惠 或者他们的私集流传 其实你刚才说了一件事很好 就是 谁是那个赞助人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在考虑这个男女的问题里面 就会掉了一个框架 但是我做研究会觉得很阔的 因为在中国的固有观念 除了男女之外 还有一些忠孝 五轮 还有社会阶级的分别 比如刚才说到 可能男性主要都是需要男性支持的 比如父亲 父亲帮他出的 或者自己老了 那些儿子帮自己出 轻长 这些都是家居里面的男性 但其实当女性去到 即是生完儿子 可能自己的先生去世了 其实他在家里的地位是很高的 但是他都要尊重他妈妈 所以其实有时 去到那些年纪 其实那个奶奶 或者家里的长辈 其实他的地位 如果那个先生死了很高的 所以你看到 除了男人会支持 其实中间一些女性 他们只要老了都会支持 这些 例如给钱 或者运猪出了一本 《国朝归秀始集》 《国朝归秀始集》 其实他就是负责编这本书 编了17年 然后继续给他的孙女去编 所以其实他是一个女性 去主导这个出版 这些家族生产的 是啊 而且你说的一点也有点很棒 就是我们说 那个是一个框架 即是五轮的基本框架里面 我们一般认为 就算那个女人老了之后 都是把那些能量传给个儿子 你明白吗 就是夫家那边 是的 但是他很巧妙地 就是这件事 你会看到其实 很多女人 怎样不甘心 或者怎样支撑着那个脈絡 就是说 你有这么有才 我继续支持你 就是这些的 所谓在底层 你可能未认识言明的东西 在现在研究发掘出来 就很有趣 我听到你这么说 是的 如果我是婆婆老了 我当然是赞助过聪明的孙女 继续努力 其实是 都是光耀闻尾的一件事情 同一时间也是一件 叫老来的 叫反风叫 反叛 我要继续支持下去 在江南的一些 士大夫的族群 或者家族 会更加明显看到这些例子 我自己有个研究 就是关于 张门才女 其实张门才女 这个字眼来自 美国是学者Sussamang的 Sussamang教授 他当时研究一批 张门的女孩子 财女 包括妈妈 包括三个女 包括那些孙女 根据他的研究 你会发现 全家人的女性成员 都是财女 我今天有记录图 一次过看的 你会看到中间有 家齐老师在里面 这个家族是张门 常州张门 爸爸是张琪 他生了两个儿子 四个女 小儿子叫张耀孙 张耀孙叫人 画了一幅图 叫给屋联淫图 给屋联淫图 就是他和他太太 他太就是包小的女儿 包曼儿 你们看到 两夫妇很开心 在家里画画 写诗 除了张耀孙之外 也有他两个姐姐 分别就是张耀孙和张伦英 张耀孙就是王熙先生 应该会提到 因为王熙先生的四个女儿 后来张耀孙照顾和教她 继续读书 张耀孙是整个家族里面 最穷的人 去到最后就是张伦英 张伦英就是三姐姐 张耀孙是四姐姐 张耀孙没有那么出名 张珊英 张耀孙和孙杰夫妇 你看到这个好像家齐好诗 对不对 你看到几君子 和太太两个任私作对 刚才那两个比较豪放一点 那两位男性 但我们看到整个张氏家族 在家里面去做这个丝画的创作 而最精彩在于什么呢 张树英的书 《葵六书屋宅》 或者她大家姐的书 张哲英的书 《淡谷牵集》 这两本书 出版人是谁呢 是全家最穷 靠行医为生的张耀孙帮她 而张耀孙也为了帮这两个姐姐出书 自己走到北京 去帮忙 去做circular 找一些人去提示 去强化她两个姐姐的书 那本书的成就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比屋联銀图》里面 看到那个家族里面 女性那个私人的形象 哇 很灿烂 反而如果是男性 你看到没有什么色彩 很暗淡 但是比喻里面 其实是反映到 除了说到比喻 夫妻之间 亦可以看到女性 原来在书写文学创作里面 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其实你在文学的领域里面 有时候你感觉到 女性作者的细致 她们某些位置 就是落字的位置 其实有时候真的很精彩 你会知道 其实那天范是在那里 你之前也说了 幸好家中有个人 就算相对比较穷也好 可能都见识到 或感受到这种才气 所以都帮她做出份 所以就留下一些东西在那里 还说你都见到 几幅图里面 我见到 就是男女相对 都高度大小 呈现都是相对平均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 你都见到 其实画的人 或者是叫她画的人 其实都觉得 他们两夫妇 其实是平等地 那么聪明 或者是这样去做 但这些真的很有金童玉女 就是大家都是 那么有才识 那么有学问 但其实有一些 就不是那么开心 就是好像刚才提到 叶圆圆 其实叶圆圆她很有才气 但是到头里 其实她嫁就嫁得不太好 然后之后 好像嫁得可以的 但是因为她 但是那时候 这些女的财人 其实都是有一种 好像刚才提到的 那种仙气感觉 因为好像 她妹妹叶小联死了之后 她就伤心得了 七十之后 到她自己都死了 其实整件事上面 你就会发现到那种 和她的诗词里面 表现到一种很哀愁的感觉 其实是不是都是 当时一种风气来的 刚才卓妍说起 诗男子和女子的分别 其实当时去到晚明 或者清代 都是特别觉得 女性的诗 有一种清 就是文学的美学来说 是一种清 和一种灵气 有一种秀气 这种秀气 就是很多文学家评过 就是说 独宗妇人 不宗男子 那种清是男人 很难写出来 就是说 有些人读破万卷书夫子 读很多书 然后呢 读破万卷书 然后呢 但是看得太多 就乱了 是的 但是就变了 露气横中 我认识的是我 他都写不到那种感觉出来 所以就是 很喜欢这些女性的清 那种清呢 具体应该怎么说呢 可能是一种 所谓观看事物的方法的不同 对 对 就是那些男人 读很多书 只要有一种考功名 你必须有能力去看东西 我喜欢小物件 小物件 在家中的情况 我看东西的角度也会不同 我可以思考的时间 那个深度 可能也跟男性有些不同 所以这些就是 可能你所说的清气 但是美学的东西很难 他说的清就是清 是的 他们当时候 通常 例如那些诗里面 女性她们集体一起寫诗 或者一起去学诗呢 他们通常会 有些什么会说得特别开心呢 或者是特别 她们是关闭闭聚会 对 对 他们的闭闭聚会 有很多不同的类型 例如有些 家里的老的长辈的女性 会找一群女子一起 看花 喝酒 写诗 然后 送毛笔 然后拿着毛笔来说 他们会 譬如有 当时拜师的风气很盛行 他们有时会 拜一些男老师 他会送礼物 送礼物 我做一支毛笔出来 那支毛笔叫子奉班馆 就是写手诗去说 我怎样做这支毛笔 我由这个 选择那支馆 到选择那条毛 怎样选择 写手诗出来 还有些是送蜆 譬如 六端石双鱼蜆 就是何氏姐妹 给陈文述的 怎样要这样 又写一篇诗出来 又说一下怎样做蜆 又拿什么绿石双鱼蜆 所以我们可以一会 一会再继续说 我们如何拿牌 女性怎样做纸和笔 一起送给家齐老师 各位观众好 回到第三节的 历史是这样说 上一节很精彩 讲到有些交往 交移里面 会做一些文房四保 送给其他人 还有没有什么类似的交往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他们做些事很特别 譬如一个男老师 昨天说比较特别 他有一本叫做难恩集的东西 他做什么呢 就是以前有三个才女 叫谷香 杨运友 和冯小青 冯小青很出名 被大妇害死了 对 很多人都认识 他就去掃墓 评调他们 然后就广招一些 掃完墓之后 就广招一些诗集 很多女性去投稿 做了一本叫难恩集的东西 然后又在那里建了个难恩馆 这些就是他们做的很特别的东西 譬如他们有一本叫西领归集的东西 讲了很多年 跟杭州有关西领 跟杭州有关女性的记载 然后他就找到所有女学生 女性的朋友去帮忙去编辑或编辑这本书 每两个女性就编辑一篇 一卷 就做了一本书 全部都是彰显材女的材 和他们编辑一些书 我听Jessica这么说 其实带给了我们一个很新的另一个 对于中国古代的一个形式 因为在我们的眼中 常常觉得女性 才女应该会在自己的闺房里面写诗 或者是和一些闺密之间 出来聚会 但其实你带给我们看 其实有他们自己的另一个社交圈子 我很想知道当时他们拜诗 学写诗 你刚才提到他找一些男老师去学 其实当中有没有一些秘技 或者会不会有引起社会的讨论 讨论一定有的 现在我们这个世界 当然会有人喜欢和不喜欢 所以一定会有不同的讨论 但是当时拜诗 当时有一个男老师 袁梅、陈文述 那些都叫做 斯门式的女性集团 有几种家庭式的 有些地区式的 有些是斯门式的 有些不同 总之斯门式的那些 如果我做的研究 我研究 他本身的斯集 会有些不同的线索 我找一些线索出来 发现他们全部和男老师的关系都很密切 但那些和男老师的关系 其实是和男性的关系 比如 很多时候是陈文述他的老友的女儿 或者同事的女儿 施兆龙 他两个女儿 或者他的结拜兄弟 王之淑的爸爸就是他的结拜兄弟 他从鸡架起来做女儿 就是陈文述 陈文述 他做女儿 有些是陈文述自己的私弟子 就是自己的男私弟子的老婆 朱秀 朱秀 朱秀就是陈文述的弟子 他老婆 都是陈文述的女弟子 还有陈文述自己也有女性朋友 胡志珠 胡志珠可能她自己的女儿 陈文述是问陈文述的字 就是问一个女性老师的字 这个陈文述 我就刚才说 女性在家里的地位高了 已经去到奶奶 她的儿子 她的儿子 即是媳妇 她的侄子 她的侄子 那些妻妾 全部都是陈文述的女弟子 你看到家族之间的关系 是很密切的 这里我要讲一点 其实我们今天最开幕 要讲主题文是网络的部分 刚才嘉宾说得很精彩 说到那个女性网络的独特之处 有些东西是女性独有的部分 但是不要觉得女性就等于女性 女性都是人类 即是她的脈絡 其实跟我们平时 之前我们讲宋史集数 里面的家族脈絡 私友 朋友那样一堆 都是一样 但是女性一样可以在同样的 关系脈絡里面 可以建立到自己的身份和位置 只要你有才气 在某些情况下 还是 跟男性不是真的有很大分别 都依然可以这样活跃和活动 在这个角度里面 跟我们可能晚清 近代一开始 民国的时候 在讲那些封建 吃人的礼教的时候 那个观点有些不同 有些不同 其实刚才 Jessica提到 私友的关系 或者有老师的私生 慢慢在家族性 地区性 或者可能是日常生活的关系 慢慢联系 所以你会见到 当然最早这一批人 比较多是江南的 刚才我举例 就是常州张氏 刚才也说到不远 不江等等的地方 都是江南地区 但是去到京城 或者他们之间 那么远的地方 他们之间 有没有一些联系 令到他们彼此拉近呢 我举一个例子 可以看到张耀孙 张耀孙 张耀孙把两个家族 张哲英 和张元英的那本《C集》 刚才提到的那本《C集》 他为了要抵抗家族 他做了一件很重的事 他带到北京 他找北京的人帮手 去令到家族更加出名 他用了什么方法呢 他就找了一个朝鲜人 那个人叫李尚迪 李尚迪是很出名 因为他老师是金正喜 金正喜当时是 在整个北京城都认识的 一个朝鲜人 而将李尚迪 去承受他的姦姐 那么其实你看到 当然这是比较男性的网络 就是如何通过他家里的男性 去带到他的 去到更加多跨区域的东西 那女性自己 有没有这样的方法去做 就是我们之前一直说 男人 女性可能在用男人现任 女性如何在这个方面 发展自己 正常来说 如果女性交友这个更加强大才是 很多朋友 他们通常那些司集 看到很多内容 就是说他和其他女性 说一下他们会做些什么 例如一起去淫私 或者他们会交流一些 生活上面的苦困 比如 不亏神 她当时的女性 通常如果丈夫远去 她通常都有经济能力 她可以卖画 或者可以做龟属师 龟属师就是那些女性 就是教大户人家去旅读书 是有些 inner chamber teacher 是Dorothy Cole做的 这些研究是 是说明末清楚的菜女文化 有些女老师 他们透过这些去公养家庭 就是供养姑婆 供养父母 有时她老公可能在外地打仗死了 他会很大打击 他会和其他朋友去谈诉这件事 就是在诗词里面有写 他很真挚的感情 例如汪端和吴亏神本身很朋友 他就说这件事 我一直都陪着他 在诗歌里面 就和他互相交流 有一个精神的支撑 但如果有些老公不是死了 他去升高官入京城做事 那他们会否继续留在家 还是跟老公去 那就没有朋友 他会跟老公去的 有几种的 譬如许雲林 就是一个好例子 许雲林就是梁德成 梁德成是她的女儿 就是汪端的表姐 是汪端的表姐 当时她老公去 她去京城做官 那许雲林就跟着她老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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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许雲林就是她的妹妹 那许雲林就跟着她老公去 那许雲林就跟着她老公去 透过许雲林就认识了一个满人 很出名的诗人 叫顾泰青 顾泰青 顾泰青 也只有到一种山顶的贵妇 顾泰青称 这香不香 我也不是谦 我是相غنا 然后有整班人乘 ke 所以顾泰青很誠 也把自己满族 或者自己京城的朋友 甚至满人的女思人 却在联系组 可以看到这些团体 就变成该秋紅淫社的东西 所以这个淫社 yea 中 又有满族的女思人 又有漢族的女私人 有些是江南,有些是北方 如果是做研究的話 傅休有一篇文章,老師 他講過一開始是家庭式的一些交往 然後去到地區式 譬如我自己的家庭,接著我到Networking很大 我自己家族,接著去到我兒媽姑姐 然後整個地區,譬如江南那塊西嶺 就在杭州,接著是一個西嶺的淫社 就是自己的地方的淫社 所以在中國的社會裏面 不止是男性可以通過星冠 去做一個社會流動的階層 或者通過人際關係建立它的社會流動性 其實女性可以通過一個閨密的模式 亦都可以造就馬鞍山的村民 可以認識一個山頂的貴婦 剛才剛才說了那個脈絡的特別之處 就是她可能通過一個女性 可能獨特的交友 或者很容易可以結立一個特性 可能男人被拘謹一點 沒有那麼容易朋友 但是你見到她剛才那個特性 溝通了南北漢門之間 種種的人在裡面 成為了一個 你問我 很明顯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一個脈絡 所以當我們討論這件事的時候 她已經是 我多次已經看到一個公共性 就是之前我們第二節的時候 都還是她家裡的誰 她家裡的誰 但是到了第三節這一段 我們剛才說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一個很遙遠的一個問題 而討論的話題更加可能就是 文學的話題 而延伸到很多身邊的人的交往 連結 我們其實 講了這麼多集的歷史 但是這些網絡的連結背後可能就是權力 就是很多各種各樣的關係的一種脈絡 因為脈絡是由女性去建立 所以不要得罪女人都是有道理 而剛才回去再做之前 有一點就是說到 女人可以有自己的工作去做 去支撐著自己的家 這個令我很驚訝 我也想你 待會有機會你可能再說笑 就是一個女人就算可能 老公死了 寡婦了 她還可以一個人靠著自己的才氣去參加 因為我們想像裡面 這樣的情況之下香港就是村豬仔 但是你當時竟然是可以教別人 維生 還可以優雅地 相對來說 這樣的生活 是不是多這樣的情況 還是沒有什麼的 都是 都有的 多不多 我就是靠我現在看到的文獻 我相信我看到的文獻 都是一部分 我想又不是很多的 但是的確有這樣的現象 他們做什麼呢 賣畫 其實說起文人其實都很欣賞這些畫 尤其在陳文述和這些女性的 淫泳裡面 就是那些詩詞的交流裡面 看到很多人是讚他們 譬如有些女性特別適合畫藍的 有些特別適合畫竹的 甚至是某個感覺 或者適合花、蟲 他們很喜歡買他們的畫很漂亮的 而且很值錢 譬如有些 譬如黃玉年有一封叫做空山聽語圖 是很多男性、女性文人都搶著去提他的手套 是有些這樣的情況 這個提畫 或者通常提有兩個方向 因為通常提就是 第一 那個畫的贊助者 他希望將那個畫買得更高 或者更加多人提 他要求一些大名大姓 所以你看 這個我覺得有趣就是 我亦都還在研究 為什麼張耀孫他找人提呢 他大部分不是找北京城的士大夫 他找朝鮮士大夫 因為某程度上 朝鮮可能俄羅老爺 高級一點 好像這樣 雅氣比較強 令到姐姐 或者令到女性地位的人 那幅畫的值錢多點 另一件事就好像你這樣說 那是因為那些人真的欣賞他 我們很多年前 曾經說過金正喜的碎行圖 是那幫人對他有感到的興趣 所以他們才去提 所以我們提畫 背後其實是很有意思的 因為提字背後是反映著某種人際網絡 甚至乎是那個經濟的考慮 是的 所以我們去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講到這裡是很正的 就是他們想一下我們本來可能在說 就是女性 就算是財女都得過財氣 其實她沒有一個實質的能力 但是你會見到這裡 無論她對外的交往 在自己家族的脈絡 甚至乎一些經濟的能力 種種的方面其實她都可以有一個資產 當然不會那麼理想 當然現實有很多殘酷的事情 也有很多傷心事 待會你會說 但是你會見到 其實是做得到的 各位觀眾好 回到最後一節的歷史是這樣 剛才我們說了很多女性 在那個交際的目錄裏面 由自己的家族 自己的私生的關係 甚至乎一些去到南北的溝通 不同的跨省籍的一些溝通都會出現 所以我們會見到那個女性 在自己女性的身份裏面 嘉賓帶給我們 是一些如如得水的情況 其實她是做得很好 做得很精彩的狀況 但是是不是所有 但是你會見到 我剛才第一節也有說 那個結構上的男女的不平等 或者社會上的不平等 多少都還是存在 你會見到女性的問題 但是當時女性 有什麼自覺的呢 就是他們會覺得 都是 如果我是男人就好了 都有的 因為那時候很流行的 有一首清代 有個女詩人 或者女詞人都很出名 叫吳祖 她寫了一首戲曲叫喬影 那一首很流行的 喬影是說什麼呢 有一個故事就是那個謝瑟財 她的名字叫謝瑟財 在戲曲裏面 就說自己是女扮男裝的一件事 就覺得自己的身軀 是一個女性 可否介紹一下這幅圖 豁住了自己的財 這幅圖就是喝酒毒素圖 這幅圖很有趣的 就是謝瑟財的形象 即是吳祖畫自己 這個好像男人拿著一本書 最特別的是這幅圖畫的人 也是女人 又是迫城仙館女弟子 即是她的朋友 就是陳文述的老友 就是顧羅峰幫她畫的 你見到就是幫她畫了這幅圖畫 當時喬影這套戲劇 清代嘉慶道光時期 很多人去看 很多人去埋 很多人去提詠這首詞 這個戲曲 譬如陳文述說 前生才子今生美人 知訓難去才子氣 也有這樣的論述 我再確認一下 剛才那幅圖畫 就是一個女的畫家 女的自己畫了 一個她的女性朋友 但那個形象是一個男性 是 但她的意思是她畫出來是這樣 還是她本身當時有些活動 會不會都是有這樣的女白男妝的情況 你現在研究上有沒有知道她們是 其實只是畫的 還是真的有這樣的場合會出現 有沒有就沒有記載寫 但是因為這首戲曲 就是講這個女性扮男子 女扮男裝去提詠 這幅圖就放在喬影那本書 第一版 她純粹畫了一幅圖 是講這本書的故事 是插圖 是插圖 你這樣說呢 令我想起當時有一個 很有名的彈曲 《再生緣》 裏面 萬禮君也是女扮男裝 最終做到京官 甚至乎不想再要女性身份 只是想展示自己的才華 繼續努力這樣做 其實是否當時都會帶出一種風氣出來 就是其實女性都好像有一種 就是想擺脫自己的性別的局限 希望透過自己的才華 去展現到可以起男性為主的世界蠟燭 都會是的 始終都是男性 就是社會結構上面 始終都是有一點點規限 她不可以為所欲為 所以始終覺得那個驅學有一點點 固著自己 但是她們都是在一些戲曲裡面寫出來 就是將自己的一些想法寄託到一些戲劇裡面 彈詞也是戲曲的一種 所以主要是這樣 剛才Jessica看《迫城仙館》 其實補充了一點就是陳文述 當時她那個 可不可以說是一個學院的名稱 還是她那個師團 即是我們今天的女團 即是一起唱詩那班人的機構 就是《迫城仙館》本身是一個什麼地方 這個有時間說 簡單這個 《迫城仙館》可能是她一個寫詩的地方 然後就 總之就收她 她就用了這個名字 但必須要說 其實當時《迫城仙館》不只是只有女弟子 其實是男女弟子 我覺得剛剛 Jessica提起了一個例子 就是陳文述 即作為老師 她給她一個評論的時候 她不是有一個道德上的批判給她 而是反過來去欣賞她 覺得是的 你今生被女性的身份 女性的形象 寬了你那個才能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 我們看回青人的脈絡 都是有種 為什麼會叫她是才子呢 即是覺得她是男人呢 究竟是女性在那個位置裡面 她不是一個 即是女性是這樣就這樣 你要好一點你就要變成男人 還是真的為她一個發聲的不滿呢 我覺得這句話是很值得斟酌的 即是我不知道你明白我的意思 是的 但我覺得是這樣的 即是我們如果用今天的 現在的話語去說 當時她們有沒有這樣做呢 她們肯定沒有這樣做 因為她們的話語本身 就沒有這套話語 但是你會見到當時 很多人對這件事已經很認識 那個女性自己已經 有這樣的問題想問 如果我是男醫生會怎樣 當時也有很多男人都會覺得 如果你是男醫生可能更加 那這個可能是一個很務實的話題 那你要新冠發財 你要當時儒家的框架 你很難突破 可以知道到什麼 但是回到頭 又可以這樣去說 這件事都見到 即是我們畫很多的詩詞 戲曲故事裡面 這些所謂女扮男裝的東西 例如梁竹 我們看到的 那是很浪漫的故事 或者很多的故事 你會見到就是 即是延伸一直延伸到 可能你問我 可能香港或者很多地方 很多不同的東西裡面 包括女扮男裝 男扮女裝 我們上去做劇 做劇各種各樣的情況之下 你會見到這個女性身份 或者男性身份的話題 其實一直都是大家在爭取 或者要調節 或者要想的一件事 所以其實我們看回 我們再把畫面放闊一點 即是現在這個年代 要畫面放闊一點 才看清楚 即是去到朝鮮中期 我們有些女私人 其實跟去蘭基等等 其實他們都很多時候 雖然他們以女私人自豪 但是實際上 他們都需要有男性的endorsement 他們才可以有些流播 才可以去贊重 即是我們看回 中國我們又舉回剛才說 因為我比較熟張門弟子 即是我的PhD 唯一跟女性有小許關係 就是當時有張家四姊妹 例如你剛才跟我們說的時候 不是少許關係 你說全部都跟女人有關係 不是不是 我博士律師唯一有少許關係 就是因為 也都剛才說過 將四個姐姐後來去到宅女 都是由張耀宣一個男性 將她們去連繫上面 他們其實在那個年代 其實是很認同女性的才能 是很高的 但是外於那個社會框架 那個社會文化風氣 你看到清代的資源上 我們未必真的 舉個例子 他真的不能做官 舉個例子 他真的不能出去考牌 做某某工作 你變成有一個可以說是婦女 存在在她們的環境 我想或者這樣說 我們將畫面看她 究竟名稱的性別研究 或者女性的文學 你覺得對於我們去了解 中國歷史上的一個 對於性別的看法 你覺得帶來一些什麼的刺激 或者帶來什麼的思考 有什麼思考 就是我會說我做完這些研究之後 我會覺得一個世界是很複雜的 很多層面的 我們很難會將一些東西很簡化 就說我以前女性很受壓迫 或者某程度上 她們是一個不公平的制度 但其實她們在這些俠縫裡 她們可以找到一些自己生存的空間 她們可以在這些位置 找到一些地方去發聲 去建立自己的圈子 所以這些都是我們 尤其現在這個世界 我們的Data Base多了 我們看到的文獻多了 我們現在以前看女性文學 很多時候都是 由男性的角度去論 那些女性是怎樣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的 是名稱是一些女性 自己寫的別集 她們自己的聲音 她究竟怎樣 其實別集 我覺得都好像有些像Facebook、IG 其實你寫那本書出來 有很少的機會 你可以出一本書 其實某程度上你流了下來 你是寫了自己的人 是一個怎樣的人 所以那些書一定是有少少 收拾過 你Facebook都選照片 加一個女鏡 是文青的 那些照片、顏色就這樣 如果是想花枝挑戰一些 可能她有多些不同的衣服 所以每一個女性 都在自己的別集那裡 有自己的聲音 我覺得看歷史 在我做完研究 我就會覺得是 一個世界很多元的 一個世界 有很多 譬如剛才說的 有些是女性都可以自己 養到自己 這些可能我們以前 是沒有想過 或者沒有看過 但是原來 在女性的一些 自己女性之間的交往裡面 一些詞 她們有講到這件事 我看到 世界是不同了 歷史給我的感覺 五四運動 其中一個關於女性的刺激 就是我們經常覺得 所有女性都是長男嫂 覺得她們一定是被支配 被流動 即是被買賣 她沒有自己選擇 但是 明清的女性發現 喂 不是的 她可能比起家裡的男性 更加威武 你說五四 除了被欺壓 還有一種 就是什麼呢 我們說很多時候 民國也有很多才女 現在說民國才女的時候 我們那些現代文學的討論者 平時晚上喝酒的時候 談的話題就是什麼呢 那些才女 有些才女 是很懂得選擇的 即是選擇什麼 即是她在她的婚姻 結婚裡是很聰明 但有些才女是很蠢的 即是才女 蠢還是慘 蠢 蠢得來 然後慘 然後就蠢 然後就可惜 很可恨 我真的想問 這些理研究裡面的才女 她們有才有才華 我們對她們嫁過好男人 或者選一個好男人 有沒有優勢 我當作聊天 我想問問你 以你所見到的 她們是怎樣的情況 很多時候都有家裡 幫她們選擇 有優勢就是 其實都是家裡家族那個 她其實選擇的空間不多 所以 婚姻也是沒得選的 據我所知 她有才華 好像葉圓圓 她也有才華 但其實她的婚姻未必開心 即是爸爸選了 其實她都是 到最終老公和她相處之下 是如何呢 其實是沒有人知道的 婚姻有得掃造的 也不一定沒得解 所以我就是 嘉賓要說 你可以說 雖然她有資源 有很多空間 但那個空間 是被限制於 婦夫的物諾裡面 即她都是沒得選的 最重要的話題 你選個老公 你都沒得選 所以出現了 你可能還說圖那些 其實那個女性 可能比她身邊的丈夫 比她老公還厲害 才會出現 所以這也是我們這集裡面 可以有一個很明確的展現 即是 有很多東西限制 在中國歷史裡面 我們在一個人性裡面 但怎樣大家去 找到自己的地方 聲音 而現代社會的目光 讓我們有個反思 當然這個反思不是說 我們能夠回到 當時有女性的眼中 真正的世界 但至少我們知道 女性真的有聲音 嗯 所以我想說 我特地問最後那個問題 就是選擇老公的問題 就是因為很多的女性 無論有才無才都好 我覺得這個 都是自己的事業 和作戰的一部分 即現在不一定要選個男人 選個什麼人都可以 但是 這一件事裡面 你會見到 就是在擁有資源物樂都好 其實當時的女性 都受到很多的限制 於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